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茄子来分享一道营养美味的下饭菜 今天的茄子选用圆茄来制作 首先把茄子洗净去掉根底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约1厘米厚的大片 茄子皮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除或者是保留 接下来再把切好的茄子改刀切成粗细均匀的长条 添好的茄子条先把它放入到准备好的凉水盆中 安微把它浸泡清洗,防止茄子氧化变黑 浸泡的时间不用太长,大约几秒钟就可以了 洗净后先把茄条捏干水分装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两个洗净的薄皮青椒 先把辣椒去掉根底,再把辣椒的紫和茎去除干净 然后再把它切成大约1厘米宽的长条 然后从中间一分为二切成长段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两到三粒的大蒜直接把它切成蒜片 把适量的生姜改刀切成小姜片 切好后和大蒜片一起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半根大葱直接切成葱圈 切好后和大蒜生姜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块去皮的五花肉 如果不吃肉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把五花肉改刀先切成薄片 切好后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先把锅烧热再加入适量的油 然后再加入切好的五花肉片在锅中进行炒制 把肉片尽量在锅中多煸炒一会儿 这样可以让肉片更加的鲜香入味 把肉片先在锅中炒制到表皮卷曲的状态后 再根据客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豆瓣酱 先把豆瓣酱和肉片在锅中充分的炒香炒出红油 然后把切好的蒜末、新姜和葱段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把它们充分的炒香后 再把切好的茄子条一同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放入锅的茄子条在炒制的时候略微有一些干 这个时候不要加任何的调料或者是水 尽量把它在锅中多煸炒一会儿 这样可以让茄子吃起来更加的鲜香入味 把茄子先在锅中炒制到略微柔软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切好的青椒一同倒入锅中 先把它略微翻炒均匀然后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盐不需要太多 再加入少许的鸡精或者是蚝油提鲜 先把它充分的翻炒均匀炒至入味 然后再从锅边淋入少许的清水不需要太多 让它略微煮至可以让它充分的入味 把它烧制到汤汁浓稠的状态 这个时候茄子也变得非常的柔软入味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鲜香入味的烧茄子我们就做好了 甜子用这种方法做一点也不油腻 非常的开胃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燕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哦